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之Talk体育 北京时间9月10日 WTT澳门冠军赛第二比赛日 激战正寒 王毅迪作为最后一名国兵女单选手 在下午场出战 对阵来自加拿大的张默 最新战爆 王毅迪火力全开 一上来就连得10分 最终11比1大比分击败对手 拿到开门红 35岁的张默单板质量并不是非常高 相比之下速度才是他的优势 首局比赛开打之后 他就在全力提速 并且回球的落点变化也很大 想要在场上完全调动起王毅迪 然后寻找主动得分的机会 但是作为当今拼弹的顶级女单 大迪在技术层面没有任何的短板 在和张默的快节奏对抗中 大迪丝毫不落下风 而更高的单板质量 让王毅迪总是能够在多拍相持阶段 压制住对手 落点极深的回摆 让张默在场上非常被动 不是回球貌高 就是失误送分 牢牢掌握主动权的王毅迪 开局就连得10分 打得张默毫无招架之力 在失误送给对手一分 避免踢光头之后 王毅迪再得一分 不费吹灰之力 以11比1取得了开门红 从首局的比赛过程 可以明显看出来 二人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第二局比赛开打之后 王毅迪还是坚持自我进攻的打法和风格 一上来就连得4分 虽然领先之后 出现了一些松懈的情绪 让张默抓住机会连追3分 但是在大迪重新提升状态后 很快夺回了主动权 再次拉开比分 轻松以11比5再下一程 率先进入到了自己的赛点局 前两局溃不成军的张默 在不能再输的第三局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以他的实力重规重局打 可以说看不到一丝获胜的希望 因此他只能将全部的希望 寄托于疯狂的搏杀 坚决出手也让张默 如愿在开局阶段 建立起了3比1的领先 但经历了太多这样场面的王毅迪 很快就用超强的防守扭转了局面 以11比7逆转锁定胜局 在这一场遭遇战 顺利拿下张默之后 王毅迪昂首闯入到了 WTT澳门冠军赛的女单16强 下一轮8强名额争夺战 大迪的对手将会是 澳大利亚选手刘洋子 和巴西名将高乔布鲁纳之间的胜者 期待大迪接下来精彩的发挥 此前北京时间9月10日下午 南丹5号种子 台北名将林云如登场 在前国兵奥运冠军 伟官秦光 圆明维秦光的指导下 狂轰3比0 淘汰丹麦选手格罗特 场外指导 是英格兰名将皮切福德 轻松晋级 南丹16强 接下来将与实力更强的 瑞典奥运亚军主力 卡尔伯格过招 胜负难料 林云如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南兵名将 目前世界排名第9的他 曾多次战胜国兵主力 打败过马龙 樊振东 王楚钦 林高元等人 也拿过奥运会混双 世界杯南丹铜牌 近年来 一直接受前国兵奥运冠军 伟官秦光指导 继战术体系越来越全面 这次二人也继续合作参加 WTT澳门冠军赛 格罗特与林云如一样 同为左手横拍 两面反交打法 论成绩和排名 都要逊色许多 开始后 双方运动员在首局就打得难减难分 由于大家都是左手打法 因此 平常对右手运动员惯用的 甩大角度斜线等策略 没太多效果 只能更多的硬碰硬得分 虽然林云如的力量不大 但稳定性明显更胜一筹 很快便取得领先优势 最终以11比8拔得头筹 第二局格罗特的出手 更加坚决果断 不断与林云如打成平手 但后半段依旧无法摆脱对方的控制 正手对抗也明显下风 结果再次被林云如轰了一个11比8的比分 由此而陷入绝境 第三局格罗特依旧在场上节节败退 刚上场就不断丢分 但随后又顽强追平 面对丹麦选手的冲击 林云如稳中带胸掌控局面 最终以11比8结束战斗 由此而晋级16强 继续冲击冠军 根据千位 林云如的下一个对手将是瑞典名将卡尔伯格 后者虽然成绩不突出 但战绩却很显眼 曾多次战胜梁敬坤等各路高手 不久前才在巴黎奥运会的南团半决赛中 0比2落后 3比2逆转张本之和 林云如面临严峻考验 期待二人能为球迷们上演一场高水平的精彩对决 此前 WTT澳门冠军赛女单第一轮迎来了得比之战 袁佳南和帕瓦德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 最后 帕瓦德以总比分3比1逆转战胜了袁佳南 成功晋级16强 开局紧张 袁佳南首局胜出 比赛开始时 第一局两队都显得不太在状态 失误不少 比分很紧 你来我往 不分上下 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发球局 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前三板就解决了问题 袁佳南因为经验更丰富 总是在帕瓦德的反手位施加压力 不让对方舒服地拉球 相比之下 帕瓦德在快速衔接上稍显迟缓 主要还是靠大力挥牌给对手制造威胁 最终袁佳南利用发球变化 落点选择和节奏控制 以11比8拿下第一局 帕瓦德在第二场比赛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开始更主动地进攻 他限制了袁佳南的快速回球 因为袁佳南犯了一些错误 帕瓦德很快就取得了6比1的领先 袁佳南稍微调整了一下 重新找回了状态和节奏 连续得分 最后以10比9领先拿到了局点 比赛到了尾声 双方都打得非常激烈 比分多次相同 在关键时候 帕瓦德连得了2分 以13比11颁平了比分 在第三局比赛中 双方选手打得非常激烈 比分一直难以拉开 甚至一度打成了9比9平手 关键时刻 帕瓦德展现出了更强的决心和果断性 连续拿下2分 最终以11比9赢下这一局 第四局开始时 比赛依然十分胶着 但帕瓦德在以6比4领先后 状态爆发 连得5分 以11比5再下一城 这样 帕瓦德以总比分3比1逆转 战胜了袁佳南 成功晋级到了16强 接下来的赛程 北京时间9月10日 18点30分 王楚钦对阵黄振廷 国兵打省队 王楚钦打老将黄振廷 比赛的悬念不是很大 关键看比赛的过程 黄振廷是纸板 王楚钦对于他非常的熟悉 除非黄振廷的反手横打 能够爆发 否则 比赛很可能会进入到一边倒模式 樊振东 马龙不打 王楚钦虽然有压力 但也是证明自己的好机会 最后 要看他自己的把握机会能力 19点05分 伊藤美城 对阵萨马拉 新的周期 伊藤美城是否还有威胁 这次澳门赛就是最好的试金石 我们可以来看看他的状态 按照抽签结果来看 伊藤美城和孙颖沙同区 两人很可能会争夺一张四强门票 不能轻敌 小心伊藤美城的爆发 20点15分 张本美和对阵杨晓欣 20点50分 张本志和对阵松岛灰空 今日最后两场比赛是张本兄妹的 张本美和这场球没啥悬念 阿拉木屠赛遭遇惨败 张本美和有了更多休息时间 澳门赛一定盯住他 张本志和时内战 打双打队友松岛灰空 比赛的悬念非常大 队友一直盯着张本志和研究 这让张本志和在内战中打得很难受 时常输球 松岛灰空是日冰重点培养的新人 比较佛系 手感不错 如果松岛灰空搏杀成功率比较高 张本志和想赢也很难 祝福国兵 加油 加油